地球大气中含量高达78%的氮气是哪儿来的? 如果有人问起啊,地球大气中的主要气体是什么? 可能有不少人第一时间想到的答案是氧气 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地球大气中的最主要的气体是氮气 测量数据显示,地球大气的氮气含量高达78% 而氧气含量大约只有21% 相比之下,地球大气中的氮气含量大约是氧气的3.7倍 地球大气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氮气? 这些氮气是哪儿来的? 太阳系形成于一片巨大的原始星云 这被称为太阳星云 在大约46亿年前,这片星云发生了引力坍缩 随着星云的体积不断缩小,其核心区的物质越来越密集 温度和压力也随之不断攀升 当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太阳就诞生了 在此之后,星云中的残留物质继续围绕着太阳旋转 并逐渐形成了太阳系中的各种天体 而我们的地球就是其中之一 在宇宙中的元素比例是很不均匀的 其中,氢和氦占据了大约98%的质量 而其他的2%之中 氧、碳、奶、铁、氮、硅、硅、铭、铭、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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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为地球拥有大量的氮气打下了物质基础 太阳星云中,氢元素所占的比例极高 而排名第二的氦元素 又是已知元素中最不活泼的元素 于是,太阳星云中的氮元素 基本上都与氢元素结合成了化合物 其中主要是氨 由于氨气比较重 地球的引力足以将其束缚住 因此,地球的原始大气中就含有大量的氨气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太阳光中的短波辐射会不断地将氨气分解成氮气和氢气 由于氢气的分子量大约为2 地球引力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束缚 因此这些氢气很快从地球的大气层顶逃逸 而氮气的分子量大约为28 比氨气还重 因此它们就会留在地球的大气层中 随着这个过程的持续 地球大气中就拥有了大量的氮气 因为氮气是一种多性气体 所以这些氮气就长久的留存了下来 在太阳系其他行星的大气中 为什么没有地球这么高的氮气呢? 太阳系中的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都是巨行星 它们的引力能够束缚住氢气和氦气 正如我们之前所讲 太阳星云中绝大多数的元素都是氢和氦 因此这四颗巨行星的大气层都是以氢气和氦气为主 相对而言 它们袭击到的氨气所占的比例是极少的 由于重力分移的原因 即重的物质下沉、轻的物质上浮 氨气会向这些巨行星的大气层底部下沉 在这种情况下 氨气就无法被太阳光中的短波辐射分解了 除了地球之外 太阳系中还有三颗岩石行星 其中水星太小 距离太阳又非常近 因此它是没有大气层的 而火星也不大 大气层本来就很稀薄 因此它的大气层中的氮气不多 也是可以理解的 剩下的就只有金星了 金星大气中的氮气含量约为3.5% 相比之下 地球大气的氮气含量却高达78% 看上去似乎地球大气中的氮气比金星还要多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要知道 金星的大气层比地球浓密的多 以至于其表面的大气压是地球的大约92倍 只不过金星大气层中有超过95%的气体都是二氧化碳 这才让其大气中的氮气含量看上去很低 实际上 金星大气中的氮气总质量是地球的三倍多 其实这不难理解 毕竟金星的形成位置离太阳更近一点 因此可以袭击到更多的氮气来源 氨气 值得一提的是 地球上存在着两种消化二氧化碳的机制 一种是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可以与液态水反映成碳酸 而碳酸又可以与其他元素如钙、铭、反映 生成碳酸盐 接下来 这些碳酸盐会不断沉淀下来 并在漫长的时间里随着地球的地质运动进入地球内部 另一种机制就是地球上的植物和藻类的光合作用 它们能够利用太阳光的能量 将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和有机物 地球大气中的氧气也是因此而来 在这两种机制的作用下 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就不会像金星那样在大气中堆积